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款电源 这款电源的故障是无输出 它是一个220V正负20%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是0-24V 是可调的 最大电流是20A的 下面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内部构造 好,我把它打开了 现在已经修好了 故障也比较简单 过一会儿我们再说坏的原件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整机构造 这段是220V输入 通过这个保险送到这 然后送到这个插膜抗干扰电容上 这有一个抗干扰的 也是卸放电阻 这是共膜抗干扰电杆 同样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Y电容 然后这是一个启动的电阻 抗浪涌的 这是整流桥 这个就是300V滤波电容了 很显然这个电路里没有PFC 虽然有两个大的变压器 一个是开关变压器 一个是共膜抗干扰电感 是输出用的 另外它还有平波蓄流的作用 它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 是UC3525 这个是一个半桥式输出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0-24V可调的 所以它需要一个负电源 这里的负电源 它采用了一个三级管 和一些歪围圆件 和开关变压器 组成的负电源 同样是300V滤波电容上的电压 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 然后再加到三级管的极电极 三级管的极机 可以与开关变压器的 负极绕组配合以后 形成震荡 再次级输出电压 经这个二级管整流 这个电容绿波以后 给我们的SG3525供电 SG3525供电以后 就会输出推碗的信号 然后这个推碗的信号 送到这四个三级管上 这四个三级管组成的是 全桥输出 然后输出到我们这个 推动变压器上 这个推动变压器 输出两个绕组 一个绕组呢 送到我们这个功率管上 另一个绕组 送到这个功率管上 这两个功率管 是交替导通的 一个是上管 一个是下管 上管的漏级 接我们300V滤波电容的正级 上管的原级 和下管的漏级 接在一起 构成输出 接我们这个隔离电容 隔离电容的这个音角 隔离电容的另一个音角 接这个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开关密压器初级的另一个音角 接我们大电容的负级 当我们上下功率管 交替导通的时候 就会在开关密压器上 产生胶变的电流 再把这个电流 变成胶变的磁场 然后感应给次级 输出胶变的电压 另外 通过这个共膜 抗干扰电感 接 负级 接我们输出的负级 然后通过我们这端 有一个 大的 肖特级二级管 这段输出正电压 是输出端 这两端是 接负级 通过我们这个大的电感 输出到负级 要维修3525的电源 必须了解它 隔离角的功能 它的一角是 误差反向输入端 Z引脚电压越高 输出占控比越窄 它的二角是 误差放大器 同向输入端 Z引脚的电压越高 它的输出占控比越宽 这样在设计的时候 调节这两个引脚的电压 就能够控制输出占控比 稳压呢 也是用这两个引脚 通过反馈的电压高低 来控制输出占控比的大小 从而调节输出的电压 三角是同步输出 一般都为空角 不使用 四角是震荡器输出 也就是说我们芯片震荡的频率 可以通过这个引脚输出 五角是外接定时电容 六角是外接定时电阻 七角是放电电阻 通过这三个引脚的外接原件 可以控制芯片的震荡频率 八角是软启动 这个引脚外接一个软启动电容 当这个电容上的电压低的时候 它的输出占控比很窄 渐渐的随着电压的升高 占控比逐渐变宽 直到正常 有的电路设计是通过这个引脚来吻压的 九角是乌差放大器输出补偿端 外接电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一二角的内部乌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外接电容 十角是关断引脚 当十角为高电位时芯片停止工作 主要用来保护 十一角是A项输出 十二角是D 十三角是内部功率管的漏极接的供电 一般是接15V 十四角是B输出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两个输出端 是互补的信号 十五角是芯片供电 一般是共15V 十六角是基准电压输出 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是5.1V 一般我们首先量这个5.1V是否正常 就能够基本判断这个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另外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运放 这个运放主要是用来检测温度的 它是通过什么检测温度的呢 它是通过我们后边有一个 温度传感器 这个温度传感器会随着温度的高低 而变化内阻 一般是NTC的 然后把这个信号送到我们这个运放 这个运放呢 有一个引脚是有基准电压的 当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变高的时候 它就会相应的动作 从而送到这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导通以后呢 就能够驱动我们这个风扇旋转 从而给我们的电源降温 另外这个运放不但能够控制这个三级管 驱动风扇旋转 它还能够当温度过高的时候 在七角输出高电位 然后加到我们这个3525的十角 进行过温保护 如果电源没有输出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个芯片的十角是否为高电位 如果是高电位很显然就保护了 这个电源的故障呢 是功率管榨管了 我把功率管换完以后就好了 因为呢 它前面是带推动变压器的 推动变压器经偶和原件 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功率管 这样当功率管损坏的时候 它不会损坏后边的原件 也就是不会损坏 这个驱动管和3525 所以换了功率管它就好了 功率管损坏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的 因为我刚才给这个温度传感器加热 风扇不能够启动 也就是说温度传感器坏了 由于这个是一个智能风扇 当这个温度传感器坏了以后 这个运放检测不到温度信号 所以不能够启动风扇 从而当内部温度过高的时候 我们这个功率管就会击穿 好我们测量一下 它正常工作时各引脚的电压 这个3525的D 与我们输出D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黑表比接输出的D 然后我们看 它的一脚呢 实际上是接D的 就是检测电流的 0V 2脚是5V 基准电压 3脚 同样是接地的 4脚 0.2V 0.3V 5脚 2.1V 6脚 3.6V 7脚 2.1V 8脚 4.7V 9脚 0.8V 10脚 0V 11脚 0V 12脚 0V 13脚 14.6 14脚 0V 15脚 14.6 16脚 5V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